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有关基础数据类型的集合运算和数值运算 基础数据类型稍加延伸一下 就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算法题变种 集合运算和整形运算可以跟整形的二进制表现形式进行紧密的关联 我们看一看两道相关的面试算法题 看一看如何利用整形的二进制形式去处理相关的这些有关基础数据类型的算法题变种 我们先看第一道题 给定一个集合S 要求打印出集合S的所有子集 子集中的元素用逗号隔开 假设集合S的内容有三个元素 分别是ABC 那么S的所有子集数是ABC或AB或AC等等等等 最后包括这个NUM表示的是空集 那么S本身和空集都可以认为是S的子集 OK 大家看到这里题目的时候可以把视频暂停一下 然后自己用笔和纸先试一下 那么试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往下走 看一看如何利用这个整形的二进制表现形式去处理这道题 那么这道题呢 是一道相当常见的面试算法题 在我的面试经验中 这道题我就碰到过了好几次 所以大家去面试的时候 要考到这道题的概率也是相对较大的 那么集合以及它的子集如何以这个整数的二进制表现形式联系起来呢 二进制的本质不就是一系列零和一的组合吗 如果大家看到零和一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用一节起吧 对应于S的一个子集 S中的某个元素要不存在这个子集之中 要不不存在这个子集之中 如果存在于给定的子集之中 我们就用1来表示 如果给定的某个元素不存在子集之中 我们就用0来表示 这样看来子集元素似乎跟二进制有很大的关联了 我们以题目中的例子为实际的用力 那么S含有三个元素 那么我们就让S对应于拥有三个位长的二进制数 那么A对应于一个二进制位 B这个元素对应于一个二进制位 C对应于一个二进制位 B代表一个二进制数 那么它可以取责是0或者1 如果元素A在给定的子集之中 那么A对应的这一位就把它制成1 如果不在就把它对应的这一位制成0 我们这样一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子集AB还有两个元素 但不含有C 所以这个子集AB对应的二进制数 就是110就是A要自为1 因为A在这个子集之中 B由于也在这个子集之中 所以这个B要自为E 由于C不在这个子集之中 所以这个B对应的二进制要设置为0 于是这个子集对应的一个二进制数就变为了110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一个子集 以一个二进制数的对应关系 同时同理反过来给定一个二进制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子集 大家看看那么从题目的子集 我们给定的这个子集中 我们可以对应出如下的这个对应关系 那么首先是如果三个元素都存在这个子集中 那么这个三个元素所对应的二进制数都自为1 那么对应的者 那么这样的话ABC 他们就都在这个子集之中 那么这三个二进制位都自成1的时候 这个数值是7 如果这个子集子含有A和B 于是A和B对应的两个二进制位自成1 C不在 所以C对应的二进制位自成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这个110 就对应于这个集合AB 于是后面的这些集合那么同理可得 那么最后的空集呢 是所有元素都不在这个集合里面 所以这个0就表示这个空集 OK 管号里的这个总数是这个二进制位 二进制数对应的这个十进制数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一个有效的算法 假定集合S有N个元素 那么我们就构造N个未长的二进制数 然后便利这N个未长的二进制数的所有可能情况 根据二进制数上的每一个位上是0还是1 来决定对应的元素是否在该子集之中 便利所有可能的二进制数其实不是难事 我们以当前这个例子来看 当集合元素为30 集合对应的二进制数的长度是3 因此我们要便利三个未长的二进制数 所对应的所有情况 三个未长对应的这个二进制数 那么最大就是把每一个位都自成1了 那么三个位都自成1的话 对应的这个十进制数就是7 那么0到7之间的所有总数 转化为对应的二进制数 我们就得到可以得到 未长为三的所有二进制数的所有情况 于是最终我们的算法如下 这个handle all subset就专门用来打印 给定几何的所有子集 那么首先这个for循环 先构造的 我们是先工具这个子集元素的长度 构造一个N未长的这个二进制数 大家看到如果以这个例子为例的话 由于我们这里面有三个元素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for循环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for循环了之后 这里这个for循环了之后 我们就会构造这个111 就会构造出一个这样的二进制数 然后从这个二进制数开始便利 那么从当前这个vail对应的就是111 然后相应的十进制的数数是7 然后由这个7开始往 开始便利到0 那么这样的话得到每一个得到 这样的话就得到每一种所有可能的这个二进制形式 那么然后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根据这个vail的二进制表现形式 某一位上是0还是1来决定是否把这个集合中的某一个元素给打印出来 然后这个vail减减 那么得到下一种这个二进制的表现形式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打印 OK这个基本逻辑就是这样 在这个handle all sub set中 开始的for循环就是根据这个元素的个数去构造相应未长的二进制数 然后根据该二进制数所有可能的取值情况来打印相应的子极元素 这个plus set by binary呢就是根据这个vail的二进制表现形式来决定是不是打印这个集合中的某一个元素 从而构造相应的子构 那么这个的实现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它的具体实现呢 我们一会在代码调试中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么一个n个未长的二进制数 它所有取值的可能情况是2的n次密种 那么由于我们要便利所有可能情况 所以我们算法的复杂度是2的n次密 这种情况算法的效率是相当低下的 但是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考察的是我们的思路 因此想到这个办法就可以了 那么算法的效率其实不是这个重点考察所在 那么求所有给定一个集合 求所有子极的这种这种问题呢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np完全问题 np完全问题的话是不可能存在着 是目前来说我们的技术或理论是找不到这个好过这种 好过这种程度的算法的 所以无论你想什么样的办法 我们都只能找到一个指数级的这种算法 所以证明虽然我们得到了这个方法 它的效率不是很好 但有可能它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OK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们就搞定了第一道 就是如何利用整形的二进字去查找一个给定 给定集合的所有子极我们看一下它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在大家拿到代码之中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handle all subsets呢 就是刚才我们文档讲过的要去打印这个所有子极的这个总函数 那么print set by binary呢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二进字 我们先得到 我们先把这个整形所对应的这个二进字 二进字数先得到 先复制给这个binary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哪一位上是不是1 如果是1的话 我们就把该位所对应的这个元素给打印出来 那么最后的话 如果这个是如果最后我们得到有可能是空级 那么空级的话我们就直接打印一个num 在这里呢 我们调用了一个remedy binary stream 它的目的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vail呢 它的二进字表现表现形式的长度啊 必须要跟集合的长度一致 例如如果集合有三个元素的话 那么vail的二进字形式就是11 11 那么因为它11就是3嘛 但是由于我们有三个元素 这里面我们只有两个二进字位 所以我们要在高位补足一个0 使这个11转化成11 这样的话打印集合元素的时候才能11对应起来 那么这个函数的目的就是如此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走起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弄的 OK 进来了之后 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是11 OK 我们这里面是四个元素 大家看到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设定了一个 那么四个元素的话就要对应四个二进字位 那么最高 那么最开始的情况就是每一个二进字位都 质乘1 都质乘1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看根据这个二进字位上是哪一位是1 然后分别把它打印出来 在这里面OK 我们把这个A打印出来了 大家看 然后跑过来 OK 我们首先第一个是这个ABCD 然后看一下 那么下一个我们再来走下一步 那么此时这个值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 变成了1110 也就是说这个D对应的这个二进字位被制造了0 所以下一个几何呢 我们就只打印ABCD就不打印出来了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OK 大家看到 果然是这样 对吧 ABC OK 那么这个逻辑照此推演下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结果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所有结果ABCD ABC ABD 那么总共有应该是有16种情况 二十四致命16种情况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OK 是16种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子机就打印出来了 OK 大家拿到这个代码之后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 看大家写的是不是最后运行的结果是不是一致的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 我们看一看有关整形数据类型 它的二进自行是在数值运算方面的运用 OK 那么问题是这样的 给定两个正整数 X和Y 它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一个最大的整数D D必须满足D能整除X 同时D也能整除Y 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 大家只要上过初高中应该都会有这个概念 所以就不详细说了 那么要求是我们设计一个算法来计算最大公约数 算法中不能使用成法除法和求运运算 也就是说这个求运运算是不能用 也不能用成法 也不能用除法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要怎么办 这道题比较困难 如果大家在面试之中 面试之中遇到这种难度的题目呢 应该可能性不大 如果大家面试的是比较高级别的职位 比如说是一个技术领导 技术领队之类的职位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面临这种难度的题目 但如果大家只是普通面试一个工程师 或者是高级工程师的话 遇到这种情况 这种题目难度的面试算法题 几率应该不是很大 所以在这里就抛砖引运 跟大家一起看一看 如果遇到了 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思路 大家可以试一试 先把视频暂停了之后 用纸和笔先试一试 如果你做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一起往下走 看一看该怎么做 那么求最大公元数呢 其实最有名的做法 就是欧几里德算法 它的做法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先假设A大于B 那么D就是A对B求鱼 也就是A除以B的鱼数 如果那么AB的最大公元数呢 它其实就等于B和D的最大公元数 一次求AB的最大公元数 可以转化为求BD的最大公元数 那么总结起来 欧几里德算法如下 首先就是这样子 如果A正好能A对B求鱼得到的是0的话 也就是说A是B的倍数 那么两者登的最大公元数就是B了 要不然的话 先求这个A和B A除以B得到的鱼数D 然后转而去求B和D的这个最大公元数 那么欧几里德算法的正确性和效率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证明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到很多相关的答案 那么现在的题目要求呢 是不能使用乘法除法和求鱼运算 因此上面的这些算法之中呢 这个A和B这样的运算呢 由于含有这个求鱼运算符 所以它就不符合题目要求 如果我们有办法把这个求鱼运算符给替换掉 通过其他符合要求的运算来获取这个A对B求鱼的结果的话 那么套入到这个欧几里德算法之中 我们的题目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符合题目要求的运算有哪些呢 那么就有加法减法 还有就是位移操作 大家看到位移操作的话 就可以想到这个整数的二进制表现形式了 那么我们看看如何用上面这三种方法去实现余数的计算 我们看如果A大于B的话 我们很容易有这个代数表达式 A就得K乘以B加上D D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D就是这个A除以B之后得到的余数 我们给一个拿一个具体实例来看一看 如果A等于23 B等于4 余数我们就有这个23 就是等于5乘以4加3 那么K呢就等于5 那么这个D呢就是3 我们看一看5的二进制表现形式是0B101 于是呢 我们这个5就可以转化成这样 是2的2次密 把这个101转化成二进制转化成十进制就得到 5就等于2的2次密加上2的0次密 大家注意看这个红色的2呢 是这个红色1的下标对吧 如果我们从右边从0开始的话 那么绿色的1的下标是0 然后这个红色1的下标是2 所以这个2指的是这个红色1的下标 这个0呢绿色的0呢 就是这个对应的这个绿色的1的下标 OK 如果我们用一个数组T来存储K的二进制形式中 1的下标 那么对应于5的话 那么这个T的这个内容就是2和0 大家看到这是这两个1的下标 放入到这个T的数组之中 OK 那么上面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做一个转换 就是5等于2的2次密加上2的0次密 就是2的T0次密加上2的这个 这个是2的T1和2加上2的T0 OK 可以转换一下 对吧 这是一个直接转换 于是呢 我们再做一个 这个再把这个代数表达式扩展一下 最后变成是4乘以2的T1次密加上4乘以2的T0次密加上3 对吧 把这个通过这个加法呃 乘法分配率吧 这都是一个小学的内容 小学的知识 把这个分配一下就得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呢 一个数乘以2的呃若干次密 就相当于把这个数左移若干位 于是呢 这里这个这一段呢就可以转换成这里 对吧 4乘以2的T次密就相当于把4往左移T1次T一个位 那么4乘以2的T0次密就相当于把4左移T0次T0个位 也就是把这个乘法运算直接转换成这个位运算 这样的话得到这个等4之后这个余数就很好求了 把这个23减掉这一部分就可以得到这个余数 那么3就是23除以4之后所得的余数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上面这几步转换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减法加法和物仪运算来处得两数的余数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到这个数主T 找到了之后这里就好办了 我们先假设这个T的数主长度为N 那么我们不难理解 这个2左移T的N加TN-E加E位就会大于这个K 同时这个K就会大于2向左移T的N-E位 我们给一个根据我们这里面这个例子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前面这个例子的话 T是2和0那么T1就等于2对吧 那么2左移T1加E就是那么就大于 因为这个值是8对吧 这个因为T1加E等于2加E是3 所以2向左移3位的话得到的结果是8 8就要大于5 同时T1是2 那么2左移两位的话就是4 所以5就要大于4 所以这个表达4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的 这个表达4是可以成立的 也是不能理解的 同时呢我们要注意这里面还有一个关系就是 2左移TN加E再加E就这个结果啊 就大于等于这个K加E那么当K的二进制表式形式中所有位都是1的时候 这个等号才会这个表达4这个式子中的等号才会成立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如果K等于7的话 那么它的二进制形式就是0B111 那么对应这个T的数值就是210对吧 因为这个是1的下标 这个位1的下标 然后第二位1的下标 然后是最低这个位1的下标 所以是210 那么TN那么N就等于3 TN-E就是T2就等于2 那么T2就等于2对吧 那么K加E等于8 就正好是0B1000 就正好是2往左移三位 那么2往左移三位的话就恰好等于这个 2往左移这个TN加E再加E之后 那么左移那么多位 对吧 大家这里面稍微绕了一点 但是这个还是很容易讲的 稍微是绕了一点 所以这个因此我们就有这个式子是成立的 我们在这一段式子是成立的 那么大家记得由于D是A除以B的余数 那么D要大于等于0 同时D肯定要小于B 因为是A除以B的余数嘛 所以这个D肯定要小于B 于是呢 这个K乘以B加D呢 就小于这个K加E除以B 对吧 这一步还是容易理解的 由于这个K加E小于等于这个2的小于等于这个对吧 那么K加E就小于等于这个 那么K加E乘以B呢 就小于等于B向左移这个TN-1加E 这一步大家应该不难理解 OK这一步我想大家应该不难理解 好我们就得到了 OK由于呢 我们把假设由于我们K K的值呢 转化小二进制的时候是 2向左移TN-1位一直加到2向左移T0位 大家还记得这个5的运算嘛 对吧 根据这个5这一步嘛 我们只是把这一步扩载到这个通用情况 所以呢 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呢 由于大家大家记住 这个2向左移T0位 也就是说后面这一部分呢 应该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这个K呢 就要大于这一部分 对吧 那么也就说K要大于这个2向左移 这个TN-1位 这一步也很明显 于是再看下一步 那么A就大于等于B乘以K 记住吧 这个因为这个是A等于B乘以K加D D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A就大于等于 如果我们漏掉这个D的话 那么我们就A就有大于等于B乘以 K对吧 那么K呢 又大于等于这个 那么K呢 又大于等于这个2向左移TN-1位 这是由这一步得到的 是由这一步得到的 所以这个式子我们就得到A就大于 等于这个B向左移TN-1位 对吧 这一步就得到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得到这个B向左移TN-1加1位的时候 就会大于等于这个A 但是B向左移TN-1位的时候 就会小于等于这个A 结合起来呢 我们就有这个等式 OK 这一步 我们就有这个等式 B向左移TN-1加1位之后 就会大于等于这个A 同时这个A又会大于等于 B向左移TN-1位 对吧 前面这一步推理 前面这一步推理 就得到了这个表达式 我们这里面似乎涉及到了很多数学 实际上这些数学只是一个初高中的数学 只不过是它的步骤稍微有点绕而已 容易让大家看起来昏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里面再是跟不上的话 可以停下来慢慢看一下 这里面只是一个初高中数学的一个水准 只不过它的步骤比较多 推来推去 绕来绕去比较麻烦 这样的话我们得到这个等式之后 这个不等式之后 于是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对任一个整数K 只要这个K能够满足B向左移K位的时候 大于等于A 同时B向左移K-1位的时候 小于等于A 那么这个K-1 这个值就等于这个T的N-1了 OK 那么就 于是呢 我们要想得到T的N-1 我们可以这么做 先让这个K等于0 然后把这个B往左移K位 如果左移之后 仍然小于这个A 我们就一直左移 直到这个B 左移K位之后 大于A 左移K位之后大于A 大于A之后 这个等式就满足了 满足这个等式之后 我们把这个K减掉1 就是K减减 就相当于K减1 那么最后得到的这个K值 就是这个TN-1 OK 那也就是说经过上面这么多反腐的步骤之后 我们这个T的N-1这个值 我们就得到了 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计算这个TN-2一直到T0了 对吧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表达是A等于K乘以B加D 那么把这个K转化成二进制了 然后再乘的话就得到这一步 这一步 OK B左移T的N-1位置加加加加1到B左移T的 左移T的T0位 最后加D 对吧 那么由于T的N-1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这个值我们T的N-1 TN-1 我们计算出它的值 于是我们就可以计算出T左移TN-1位 是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样 也就是这个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那么把这个式子做一个变换 把这里这个式子做一个变换 用这个A减去B左移TN-1的结果 做一下这个结果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这一部分 对吧 遇到了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呢 大家看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A撇合这个B的关系 B和D的关系 那么这个式子啊 实际上跟我们上面这个 这个式子实际上 那么这个式子实际上跟我们前面那个式子是类似的 只不过A 只不过前面这个式子呢 就是多了一个B的左移TN-1 大家看到这个式子得到的结果 给我们前面的式子 不就是类似的吗 OK 大家先往下看 这个式子跟我们只不只不过是这个A原来这个式子做了一个简单的变化 那么就得到了这一步 这一步还是有了 于是我们就有这个 有到这一步 对吧 这一步的推理啊 这个红色式子的推理 跟我们这边红色的推理 它的道理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这里 我这里就没有继续深入了 大家只不过是变一个形式 但是这个推理的这个方式跟这里 这个红色式子推理的方式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过程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同理 大家把这里面代入一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等式 那么注意到 由于这个TN-1是大于等于TN-2加1的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是肯定会满足的 对吧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理数作业 大家看一下 因为它比较明显 所以呢 我们就有这个B向左移TN-1位的时候 肯定就要大于等于这个B向左移这个TN-2位 这里少一个 这里少一个就大于等于这个A就 OK应该是 OK是这样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由于这个TN-1是大于等于这个TN-2加1的 所以把这个式子套到这里面来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公式 就是B左移TN-1位之后 就要大于等于这个B左移TN-2加1位 然后就大于等于A就大于等于这个B左移TN-2位 那么就得到了 把这个把这个公式套入到红色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一部分 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找到怎么去求这个TN-2的办法了 我们先令这个整数K等于TN-1 然后K每次减1 一旦K满足B向左移K位的时候 代等于A片 那么B向左移K-1位的时候 又小于等于A片 那么这个K-1呢 就是这个TN-2 对吧 这个道理跟我们这边求这个TN-1 是一模 几乎是类似的 是差不多的 这样的话我们TN-2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么同样的这样 同样的办法 再以此类推 我们完全可以取出TN-3 以此算到最后一个T0 这样的话整个T的数组就可以得到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求余算法 它的代码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它代码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呢 这个我们用一个对列T来表示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T数组 那么这一步呢 首先我们算的是这个TN-1的值 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 这一步呢 是算了这个A片的值 倒去看 算的是A片的值 然后接下来呢 就反复运用 反复运算去计算TN-2 一直算到T0 这么做下来的话 那么这一些 这么做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T的数组呢 这个T呢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最后这个T里面的内容呢 就跟我们前面理论上讲到这个T的数组内容就一样了 有了这个T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这个 再做一个这个A减去 再执行一下这个等式 再计算一下这个等式 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所要得到的余数 对吧 那么从上面一直走到这里呢 有不是 有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大家到时候拿到实际代码的时候 调试起来看一看 然后再结合我们这里面的理论 稍微琢磨一下 应该就很容易明白了 因为这里面虽然涉及到不少数学 但其实只是初高中的数学 就是它推理的步骤比较多 逻辑上有点绕 大家稍微有点耐心 调试一下就很容易理解 那么得到了这个求鱼的这个算法之后 我们把它套入到这个欧几里的算法里面 就可以得到求两数最大公约数的结果 那么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求这个鱼数的时候 肯定就没有用到除法 重法和除鱼运算符 那么这样做的方法呢 是最后满足这个题目要求的 OK 那么我们算 我们想想这个题目 这个解法的这个算法复杂 如果A和B的二进制表现形式 它们都是N个未长的话 在这个莫道函数中 我们第一个Y循环的次数 肯定是不超过N的 第二个Y循环呢 虽然有两个循环间套 但其循环次数的 但其循环的次数呢 这里面虽然有两个间套 但其循环次数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N而已 也不超过N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 其实也不容易 其实这个也不简单 也要想得到这个 要知道这两个 这里面这个间套 循环次数不超过N也不难 大家可以慢慢分析一下 最后呢 这个GCD调用 大家看到这里面这个地规调用呢 最多会调用N次 也就是说这个model呢 model这个函数呢 最多被规调用N次 所以这个总体的算法复杂都是ON的平方 那么这里面算 那么这道题呢 消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大家遇到这道题的话 在一个小时之内 要去解决的话 应该是 除非大家的能力已经很强了 要不然的话 在一个小时之内解决的话 还是不是很容易的 OK 那么大家在这里面可以多想想 再多念一念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这个算法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这个算法呢 上面的算法呢 我们放在这 大家注意看一下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model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个 我们讲过的这个 除鱼的这个算法 一会我们看一看 这个运行起来 结果是怎么样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除鱼运算 先看一下这个model 这个运算对不对 然后最后 如果这个model运算是对的话 我们再看一看 求48和36的最大公约数 结果对不对 OK进来了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面 OK我们进入到model这里面 然后从这里走 大家看到这个t的值 okt的值是2对吧 跟我们前面这个文档里面描述是一样的 大家看到吧 t的第一个值是2 我们再看一下t的第二个值是怎么找的 然后接下来求t的第二个值 然后这个值是ok是0 最后我们得到了这个t的内容就是2和0 这样的话跟我们文档的描述就完全一致了 大家看看文档的描述就完全一致了 最后我们这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求这个鱼数的运算 大家看一下 OK是3 也就是说25对4求鱼得到的结果是3 在这里面我们根本没有用到这个乘法除法和求鱼运算 所以这里面我们做的是满足题目要求的 你继续往下走 ok这个23对4求鱼结果是3是对的 最后我们再套进去看一下除48和36它的最大公优数 那么48和36的最大公优数是12 我们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的 ok大家看看48和36的最大公优数是12 应该是对的吧 是1212可以走出48也可以走出36 那么大家看这个结果应该是对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满得到的算法 最后是可以满足题目要求的 大家注意在代码里面的时候 有些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边界条件的检验是相当重要的 大家在面试的时候 在把这个主体部分的逻辑写完了之后 这些边界条件的判断非常重要 是如果你大家如果不注意这个处理边界条件的话 有可能即使你的把算法得出来了 你仍然可能不会通过 对这种边界条件的判断 像微软这种这种外企 知名外企对这种判断和这种单元测试 是相当看重的 如果大家在去这些知名的外企去面试的时候 像去微软 Google或者是亚马逊这些外企面试的时候 这些边界条件的判断和单元测试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好处理 那么他们的处理方法在后续的课程 我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解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再去根据我们的这个文本 文档里面的理论去对应一下 那么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